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调查将受访者分为三类 1.仇视外国人 2.喜欢外国人或被外国文化所吸引 3.不确定 当Ducky第一次对匈牙利人的排外心理进行调查的时候 是1992年 大约73%的受访者表示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确定 15%的仇视外国人 12%的匈牙利人称 喜欢外国人 然而当Ducky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 不确定的比例从去年的53%下降至43% 喜欢外国人的比例从去年的6%下降至1% 仇视外国人的比例则从去年的41%上升至58% 另一份由扎贝斯研究机构开展的调查显示 阿拉伯人已经取代了吉普赛人成为匈牙利最反感的人群 布达佩斯报道 警察对匈牙利中部亚斯巴勒尼的一所住房进行搜查时发现了大量的非法枪支弹药和一枚手榴弹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被称作拉兹罗的62岁的男子 他因被指控涉嫌犯有非法持有枪支和爆炸物的罪名而被警察逮捕 据匈牙利日报报道 区域铁路公司计划升级他的全部车辆 其中包括全新和使用过的车辆 区域铁路公司是一家由匈牙利和奥地利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 该公司将要翻新刚刚从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购买的26辆Intercity型列车 每辆车的升级成本是1500万福林 这些升级过的车辆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开始投入运营 除此之外 该报告还说 区域铁路公司已经预定了10辆Flat多功能列车 这些全新的车辆预计最早将于2018年开始投入使用 匈牙利食品监督国务秘书瑞高·Rober特在星期五的专业会上说 据欧盟估计数字显示 匈牙利每年扔掉180万吨食品中 家庭扔掉的食物占总数的20%即40万吨 家庭每年扔掉价值100亿福林 折合约3.2亿欧元的未使用食品 布达佩斯警察周六在两个不同的站点抓获了6名非法穿越边境的难民 其中4个难民在石区Napley Gate车站抓获 另外2个难民是在巴区的Gallady火车站被抓获 同时警察还搜查了菲伦茨瓦罗斯车站所有的火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